弟兄姊妹晚安 今天这个题目很特别 祈祷要期多久 不知道你们觉得祈祷要期多久呢 有没有想过呢 或者数过呢 有想过吗 相信弟兄姊妹都不会反对 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从决定去相信耶稣 开始就学祈祷了 我们决志的时候 信主是不是祈祷的 我们那时候祈祷就说 承认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 我们请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立志要去接受他的帮助 帮助我们不再继续去犯罪 学习信靠和信服神 除了在决志信耶稣的时候祈祷 我们要学习每一天祈祷 我们最少在吃饭前要祈祷 或者我们睡觉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都会祈祷 还有呢 我们会为工作 会为我们健康 还有为了关心 我们关心的人信主而祈祷 还有我们会为教会 为香港 甚至是世界祈祷 你记不记得 你在你生命当中到现在了 你为哪件事祈祷祈最久呢 记不记得 我呢 就记得 我为那件事祈祷最久呢 就是为了我妈妈信主祈祷 你猜想我祈祷了多久呢 今天没那么久呢 刚刚倒转 不是三十年 十三年 但我已经觉得很久了 那你呢 你为最长的事祈祷多久呢 还是你的祈祷 你觉得神仍然是未答你呢 香港是世界十大最繁忙城市之一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而根据2017年每日头条的报道 香港在全球人口密度 最高的城市当中 是排行第 你们知道吗 第四的 所以呢 在香港 我们什么都要讲求 速度 什么都要快 是吧 因为呢 如果是做生意的层面 如果我们慢了几秒的时候 代表什么 可能我们就不见了几百万 甚至几亿了 如果在工作的层面 如果我们吃饭 等位等太久的时候 回去就会迟到 迟到的时候 可能就会失去勤工奖的机会 又或者会被上司骂 而如果我们看病的时候 迟了几秒会怎么样 可能我们最后就要等几个钟头 你知道一条龙多长 所以我们香港人都很习惯 很多东西都很急 不喜欢等 而这种不喜欢等的心态 也都很自然会影响了 我们怎么去看祈祷 记得当我刚刚学习去祈祷的时候 主日学老师就会告诉我 当你向神祈祷的时候 神就会给我们三个回应 一个就是OK了 答应运我们 一个就说不好 而第三个是什么 等啊 如果根据这个理解 除了当我们看到 神应运我们的请求的时候 其他都是要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神是不是真的不影响我们 那就是等的 所以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是继续要求 是比较明智的 我们可以相信 这些困惑 不单只是今天 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信徒的问题 也都是二千多年前 二千多年内 其实是 很多基督徒的困惑 知道 当主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的时候 他又担心信徒 因为长期面对 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 而灰心的时候 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 要提醒他们 一定要经常祷告 不可以灰心 让我们一起去读一下这个经文 好没有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至八节 我们一起读 耶稣对他们说一个比喻 轮到人必须常常祈祷 不可灰心 他说 某城里有一个法官 不惧怕神 也不敬为人 那城里有一个寡妇 常常来到他那里说 求你吸我身冤 使我脱离我的对头 他多次不幸 后来心里说 我虽然不惧怕神 也不尊敬人 只是因为这寡妇上上来麻烦我 就吸他身冤吧 免得他不断地来纤扰我 主说 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 难道神不会为就夜呼吁他的选民身冤吗 难道神会担悟他们吗 我告诉你们 是要快快地吸他们身冤 愿意人子来的时候 在世上找得到这样信心吗 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 在第二节 耶稣就开始去提了 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是一个法官 当时的法官应该就是指那些负责 调解纽纷的地方官 耶稣没有说他是属于哪个城市的法官 即是说他可能是虚构 或者是那个城市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怎样的官 在经文那里我们看到 耶稣说他是一个 不怕神 又不尊敬人的法官 不怕神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他对公义的事 是一点都不在乎 所以他不会按照公义的原则 去对待那些请他为他伸冤的人 主持公道 很有可能 他是一个见钱我开眼的贪官 根据旧约的律法 敬畏上帝的领袖 是应该保护被欺压的人 例如是那些孤儿 或者寡妇 但是因为这个法官 莫视神的律法 耶稣就叫他为 不惧怕神的人 然后耶稣也用了 另外一个形容词 去形容这个法官 耶稣说他是一个 不敬畏人的法官 不尊敬人的法官 不尊敬人 也可以翻成为不尊重人 这种人会伺着自己有势力 去欺负其他人 他们都不会理 其他人怎么看他 在比喻中 有第二个主角 第二个主角是谁 寡妇 没错了 寡妇在当时的社会 是代表着弱势 和被遗弃的群体 这个寡妇 没有丈夫 替他出头 唯有亲自去找法官 但是你要知道 在当时的社会 女人在公众地方 和男人交涉 是一个不符合体统的事 所以我们相信 他当时应该是这样 走投无路 以至他又不愿意向他的死对头 去屈服 就捏烂了臉 不顾面子 去亲自找法官 根据经文 寡妇 找了法官 很多次 法官都没有理会 但是寡妇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耶稣说 他常常到法官那里 而常常 就是代表 不断 就是强调寡妇 是一个坚持 寡妇 周而伏此地去找法官 被法官造成很多的滋扰 如果在古代 中国古代来说 我们可能想一下 好像他在衙门那里 那些不断去 那些什么 激鼓鸣冤那些人 他可能每天去一次 又或者每天去几次激鼓 耶稣说 给我们听 这个法官最后都忍不住了 决定要帮这个妇人 但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 令这个既不怕神 又不尊重人的官 最后都会改变初冲呢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 怕烦 对了 这个法官原来是怕烦的 在法官的自白那里 我们很清楚知道 他帮那个寡妇 并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他不想这个寡妇 继续麻烦他 在第五节那里 法官同自己说 他说 因为这个寡妇 上上来麻烦我 就给他伸冤罢 免得他上来纤扰我 所以法官为寡妇 伸冤 是出于无奈的 亦都是自保 并不是出于真心 潜妖这个字 在和合本 可以翻成为潜磨 你知道磨多辛苦 新汉语 日本叫做搅妖 而原文就带有 好像被打 打到有个黑眼圈 打到有个黑眼圈 带来很多的折磨 和惩罚的意思 可以想象 如果是套入 我们刚才说的 中国古代的衙门 那个场景 当寡妇 每次来 击鼓鸣冤的时候 法官和那些侍卫 就要赶着 穿了朝服 去上庭 他走了的时候 他又要上庭 又要下庭 又要上庭 又要下庭 他们可以坚持多久 一定会很累 那又看回寡妇 其实那帮官这么累 寡妇也应该很累 究竟什么 让这个寡妇 好像有用不尽的魄力 能够坚持这么久 又或者我再问一下 究竟什么 令我们在等候神 为我们彰显公义的时候 灰心 不能够好像寡妇 一直坚持下去呢 记得 当我为我妈妈 信主祈祷的时候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放弃过 是没有心去继续 为他认识耶稣而祈祷 以下 是我可以想到 导致我那时候 灰心的几个原因 我发现 在我未开口祈祷 求神帮助我解决困难之前 或者求智慧帮我知道 如何去做之前 原来很多时候 我的心 一早已经想过 需要神 为我如何开路 换言之 我已经一早想过 已经一早计划好 只要是等神 给我一个通行证 就行了 在这种祈祷的道向之下 我其实是限制了神的方法 令自己没有办法 看到神 要用什么方法 让我妈妈信主 记得那时候 妈妈刚刚搬来美国 我一心想 既然他决定来跟我住 他应该会每个星期 就跟我回教会 就算他不信 但教会这么多中国人的地方 他虽然不肯听 关于耶稣的东西 也应该会想来教会 认识多些中国人 当他许得多 听得多 跟基督徒相处得多之后 他会慢慢被影响 但没想到 他不单止不愿意 跟我回教会 他还将我之前 所有回教会的时间表 都打乱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 是星期五晚回教会 但因为他晚上怕黑 所以他不要一个人 留在家 所以很段时间 我都回不到团契 要陪他 因为他不愿意回教会 我每个星期日 回完崇拜 回完主要学之后 都要滚水六脚 因为这样 赶回回家 因为这样 我其实跟弟兄姊妹 相交的时间 都少了很多 那时候就想 妈妈不肯回教会 不如我可以 请弟兄姊妹 来我家 但是 他也很简责 说明 牧师师母不见 大家都知道 全都不要去家 还有他说 跟他说信仰的 也不要见 所以他还常常跟我说 要提防教会的人 不知道他会不会骗我的 那时候 我感到 无论我做什么 无论如何努力 去安排和计划 都好像没有办法 去改变他的心意 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灰心 想起 我之所以感到灰心 失望 都是由于自己的执着 我心里面 一早就想好 神应该怎样 使我妈妈信主 但当我 但当我 那些可以想象到的办法 都不再走得通的时候 我就开始失去信心 我发现 原来自己一直 都是将希望 和信心 建立在 自己的想法里面 和寡妇相比 我想 他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 官会怎样帮他 他唯一的想法应该就是 如果他不灰心 不放弃继续向 法官请求的时候 法官终有一天 就会帮他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带着 自己想要的答案 去同神祈求 这种想法 会妨碍我们 看到神 为我们预备的出路 就好像昔日的 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心中早已想到 决定了 尼赛亚 应该是一个 怎样的君王 所以他们无法 接受耶稣 为他们的尼赛亚 也因为这样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执着的时候 也都令他们错失了 获得救恩的机会 在《以赛亚书》 五十五章 第八至九节那里 神跟他的子民怎样说 他说 天怎样高过地 他的道路 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 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 要帮助自己 不规限神的方法 就是要记得 神的智慧 是我们不可以测量的 他不需要为我们 我们做他的参谋 记得 在和妈妈传福音那件事上 让我感到灰心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自己 已经不知道如何继续为妈妈祈祷 记得当他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也有很专心地为他 信耶稣的时候祈祷 会为每一次的计划 安排祈祷 又请大兄姐妹为他祈祷 但是祈祷久了 看不到有进展 祕祷也逐渐 是变得失去方向 不知道怎样站下去 慢慢的 我祈祷都流于不断地重复 就好像马太福音六章七节里面所说的 用很多重复的话 那时候虽然我没有想过 如果多说 就一定蒙神的谁听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祕祷 已经流于形式化当中 我渐渐觉得 这样的旗下去 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索性停止 回想起 在我不再继续为妈妈 顺主祈祷那段日子 我发觉 原来我在家里面的见证 都变得松懈 如果不是当时教会的老牧师 和老师母经常的记挂 和鼓励的时候 以及弟兄姊妹不放弃为我祈祷 我相信 我很有机会 就把妈妈需要福音这个事实 完全忘记了 我们不知道寡妇 每次去找法官的事 的心态是怎样 但是很肯定 她没有将找法官 看作例行公事 我相信 她每一次 都去的时候 都是带着一个希望 相信她的诚恨 会有一天打动了那个法官的心 然而要有寡妇 这么坚毅 和八折不扭的精神 实在是不容易 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 我发现 虽然自己是没办法坚持下去 但是在我的情形里面 我老牧师 老师母 和弟兄姊妹 为我坚持 他们的坚持 他们的不放弃 就成为我 很大的帮助 所以 即使我们会一时灰心 但是肢体的鼓励 和提醒 绝对可以踏救 天父 绝不会轻看 弟兄姊妹 彼此同心的代讨 和守望 也很感恩 藉着老牧师 老师母 和弟兄姊妹的鼓励 神慢慢帮我明白了 我要先检视自己的生命 和放下执着 就这样 他都帮助我 更生了一些偏差了的想法 以后 慢慢再去改变我妈妈 最后 我曾经也因为 看不到预期的成果 而误会了神的旨意 我曾经想过 可能妈妈不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她不会接受福音 现在想起这个想法 都觉得有点滑稽 因为天父从来都没有叫我们 只是向那些 会信耶稣的人传福音 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 哪些人会信 哪些人不会信 神要我们传福音 要我们使人作门徒 是要我们学习 和他和神同工 观察他的作为 对他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很奇怪 当我们感到灰心失望的时候 很多荒谬 没有根据的想法 就会浮现出来 再看看寡妇 让他竭而不舍地找法官的 是他一个很强的信念 他的信念从未因为失败而遥动 他深信 只要他不放弃 继续找法官 有一天 这个法官一定会为他伸冤的 而这个信念 也都成为了他源源不绝的动力 说了这么久 我好像不断在这里说 我们要怎么学这个寡妇的坚持 和不放弃 但是 其实耶稣说这个比喻的重点 就不是要赚这个寡妇的坚持 以至最后去另一个不义的法官 为他伸冤 耶稣说这个比喻的重点 其实是在第六和第八节上 让我们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主说 你们听听者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 难道神不会为就夜 呼吁他的转民伸冤吗 难道神会担悟他们吗 我告诉你们 他要快快地吸他们伸冤 在第七节 耶稣用了两个反问句 你看到是间住那两个反问句 要让读者得出一个结论 是什么结论 就是 神必定会以最快的速度 去为信徒神愿 要说明这个道理 耶稣又用了两个比较 第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法官的义 和神的义 耶稣形容这个法官 是一个不义的法官 就是说 刚才说了之前 他说他是不怕神 又不尊重人的态度 所以 可以说的话 他是无义可言 一点意都没有 zero 如果将他 和完全公义的神 相比的时候 很明显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当人 不断地向神 请求 他为他们伸冤的时候 和平理的时候 公义的神 必然会不拖延 在反明句当中 除了将 法官的义 和神的义 当作比较之后 耶稣也用了 寡妇和法官 以及信徒和法官的 关系做比较 经文告诉我们 这个寡妇 是城里的一个寡妇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他 在找法官之前 他们是不懂的 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而我们基督徒和神 却是经文里面说 我们是子民 和王的关系 经文说 我们是神的选民 就是他特别选选的 是属于他的 如果将这两种关系 相比的时候 神会快快地 向他呼求的选民伸冤 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用快快 一词 这个词 来强调神要 有多着紧他的子民 然而我想问一下 在座当中 有没有像我一样感到 虽然耶稣说 神会快快地 不会延迟地 为我们伸冤 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感觉 神的回应不够快呢 坦白说 有人觉得神的回应不够快 也有人 其他人觉得神的回应很快 还是不好意思 让我们一起看看 比特后书三章八节 使徒比特怎样和我们解释 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亲爱的 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在主看来 一年 千年如一日 主决不担任他的应许 像有些人以为他是担言的一样 其实他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灭亡 却愿人人都悔改 在这里 比特告诉我们 原来对于神来说 看到神为我们彰显公义 不是因为神担言 而是他要给人多些时间 去回转和接受福音 我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 参加中学的团契 学校团契 有一天 老师就问我们 他就问我们 你是谁想耶稣快点回来呢 那我们整班人都举了手 希望耶稣快点回来 但是 有一个同学 他竟然没有举手 那耶稣就问他 不是耶稣问他 耶稣回来问他 那老师就问他 老师问他 为什么你不想耶稣快点回来呢 那我问他 那一位同学就说 他说我不想耶稣这么快回来 那老师就问为什么 他就说 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 还没信耶稣 我家里也有很多人 还没信耶稣 如果耶稣这么快回来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其实是 从一 从二 到 即是十三 四岁到 你想想 我的同学竟然这么想 我那时候听到 真的觉得很羞愧 因为我只想到我自己 但是我这位同学 他竟然在这么小的年纪 已经想到 福音对人的重要性 也是同样的 神看到福音对我们的重要性 他不愿一人沉沦 愿所有人得救 也是因为这样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等 神一直等 希望更多人 可以接受这个福音 因此 我们这班既然已经接受了 耶稣救赎的人 已经得到神的应许 知道耶稣再来一天 神一定会为我们伸愿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耐心 等待神的时间 况且 与永恒相比 我们现在所忍受的困苦 或者冤屈 其实都是算短暂的 我又说一说反话 话虽如此 但当我们面临 因为要坚持信服神 不做他不喜欢的事 而带来的困扰 例如什么呢 例如工作单位 或者家庭 或者其他场合 因为我们要坚守神的教导 而被否定 被排斥 甚至是迫害的时候 其实神的短暂 也足以令我们忍受不住 会不会呀 神的短暂 也会让我们很难继续坚持 不得不跟世界妥协 我想 这个也是因为这样的时候 耶稣在第八节那里 他反问 他说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 在第八节的这种信心 就是指 不跟世界妥协 不放弃 坚心相信有一天 神一定会为他的子民 主持公道的信念 如果你有时间 或者有机会去看上文 就是《勞家福音》十七章那里 在十七章第二十一节 我们知道 当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神无形的国道 降临在人当中的时候 当世界看到信徒 如何让神去掌管他们的生命 就是掌管我们的生命 去顺服神的交道的时候 神无形的国道 就彰显在他们当中 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神审判 为他的子民伸冤的时候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神要成全 他有形国道的日子 我们有一句说话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叫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道已经来到 但是未成全 要值得到耶稣再来 但是耶稣在十七章二十六至三十节 告诉门徒听什么 他说当他要再来 就是人子来的时候 他说会好像什么 会好像罗亚那时候一样 神那时候要用洪水 去审判当时的人 但是无人相信 那时候人子来的时候 又好像什么 好像神要审判 利利未成那时代一样 人都专注在这里 吃喝买卖 耕种建造 专注在每日的 日常生活的内容当中 所以最终可以避过 这些惩罚的人 也都只有罗一家 而在利利未成 那个灭城之灾 可以避过 也都是只有罗德 同样的 当耶稣再来 要承传 他神有形国度的日子 耶稣知道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会因为要埋头于 每日的事务 工作 家庭 赚钱 而忘记了神 可以不被社会 和环境影响 生活焦点 可以不跟世界妥协 愿意专心信靠神 坚持到底的人 实在是寥寥可数 所以 耶稣在第八节的反问 其实是一个感叹 然而这个反问 不单只是感叹 也都是一个提醒 在比尔前书 五章八至九节 使徒保罗 也都有这样提醒 信徒 让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 你们要紧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就好像敲叫的狮子 走来走去 尋走可以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 去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 在世上的弟兄 也都经历过 同样的苦难 弟兄姊妹 这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基督徒的标准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是不断地 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所责疑和冲击 魔鬼撒旦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要让我们失去信心 忘记了神的应许 以及忘记了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他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灰心 回复回熟世的想法 用那些方法去做事 去面对生活 记不记得 我们刚才读 十八章第一节 圣经叫我们 耶稣叫我们 不可以灰心 原来灰心 这个字的原文 是两个字 组合而成的 第一个字 是让步 而第二个字 就是恶 所以灰心是代表什么 灰心就是代表 向邪恶让步 向魔鬼撒旦让步 信道要怎样 才不会灰心 才可以有坚强的信心 去抵挡魔鬼的隐诱 和攻击 不向他让步 就是要借住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能够帮助我们 不让眼前的问题 所扰乱 以至不自觉地 被环境和世界影响 以至我们看不到 神的方法 失去方向 甚至误解了 神的旨意 我们记得 在《肥立比书》 第四章 六至七节那里 保罗曾经这么说 他说 应当毫无忧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 带着感恩的心 将你们所要的 告输神 这样 神所赐 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弟兄姊妹 借着不住的祷告 我们操练将生命的焦点 再放在神的属性 和祂应许上 我想问一下 我说了这么久 到底祈祷要期多久 有没有答案 基督徒的祈祷 不是求神帮助我们 过我们想过的生活 而是求主帮助我们 过祂想我们 在基督里面 过的得性生活 换言之 祈祷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得到什么 所以都不需要计较 期多久 不住的祈祷 是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继续坚持 过神 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过的得性生活 面对着世人 抗拒基督徒的处事态度 而对我们的不公 唯一能够帮助我们 继续在这个世界生存 又不被同化的方法 就是不住祷告 所以在神国来临之前 我们要专心的祷告 要经常记住 当神国成全的时候 神会彰显公义和荣耀 并会拯救 祂所有被欺压的子民 为我们伸愿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爱你的父神 很感谢你 你藉着经文提醒我们 你是那位完全公义 和爱你的子民 爱到底的那位神 因为这样 我们很肯定 很知道 你不会延迟去拯救我们 你也不会延迟 耽误去为我们伸愿 不单止是这样 你也藉着试图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你是信实的 必定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我们所能受 而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忍受得住 所以 虽然我们仍然在一个等待当中 等待着耶稣的在内 但我们不惧怕 我们不担心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借着祈祷 不住的祷告 去坚强我们的信心 去抵抗 抵挡魔鬼 以致我们不会灰心 不会放弃 不会被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想法去同化 多谢主耶稣 祷告为主耶稣 祈祷的明求 阿们 阿们